请收看 用意立人篇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受感众口顺心 咱的恨恶恶 我能以若改造年 我能以若改造年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 我是元韵法师 目前在台中道场授课 并担任了维新圣教 维新世界合唱团的指导老师 首先我介绍在我龙边的是 元朴法师 请跟大家问好 自我介绍 谢谢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我是高雄道场的住持元朴法师 今天很高兴来录 用意立人天 阿弥陀佛 谢谢元朴法师 在我府边的是元儒讲师 请元儒讲师 跟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基隆如意教室 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 我叫元儒讲师 欢迎各位有空的话 到我们如意教室 以及杨梅教室来 好温逢地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很高兴 有这两位法师 要跟我们一起来共享 他们的工作 生活上的经验跟案例 一起来为大家分享跟正道 首先我们请元朴法师 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 各位同修 今天真的可以来参加 这个用意立人天 来分享几个案例 这个是在高雄道场 工作服务中 所来的这几个 就是有一天 有一个老菩萨 八十几岁了 他就来 要求要来问 说他的身上皮肤病 半年吃药都不会好 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我们就帮他占卦 那我们就帮他占卦 占卦以后呢 他这个子孙灵观鬼动 那这个我因为他是老菩萨 所以我问他就问他说 那这个老菩萨你 因为我不敢讲得很直接直白 我就先问他说 你有什么小孩有什么问题吗 那他就说 他有一个英灵 一个小朋友 在他出生了 没有多久 他就往生了 那我就 因为挂起来就是 这一个子孙灵观鬼 子孙又是成舍 他就是要来求度因的 那我就问他说 你有小孩子怎么样吗 他才说他有一个小孩 就是说好像生出来 没有多久就往生了 那我就建议他 那时候刚好也是我们的 老祖圣诞法会的时间 快要开始了 我就建议他说 那你就先来跟你这英灵 因为他我们讲他英灵是 他还没有出生后 还没有取名字 还没有名字 那没有取名字 当然我们就用英灵这样子 但是他说 那也不晓得他的名字 怎么来跟他超度呢 那我就跟他建议你 你只要抱来我们仙佛寺师傅 师傅他会帮你取名字 那取了名字以后 你要联系做三年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比较平安 那他就来做法会 来报名后 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 他的这个皮肤病就好了 他这个皮肤病已经很久了 差不多有五六个月 吃药都不好 我的药也不好 那我在想 老菩萨你那么老了 已经八十岁了 应该不是因为这个英灵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挂谱出来 他就是英灵 那英灵我们要跟他来对谈 就要比较这个讲话 就不能一直不能很直白的跟他说 你这个有英灵 因为我的想法是说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现在还说英灵 所以我们从他这个案例就知道说 这个灵没有得到安灵的话 他就会一直在那边走不出来 走不出来当然就是 他会找他的亲人 亲人要来帮他解决 这个就是这一个老菩萨的 这一个的一个案例 那还有一个 那个比较年轻的 应该是差不多二十届的 二十届的一个 我们的显示同修 真的哦 那个男生长的是很标致哦 但是身上就是皮肤啊 他养 一直养 一直都一直在那边抓 那也是不能安心的工作 那他也是他爸爸带他来 来问那这是什么原因 那这一个我就问他的爸爸说 你有没有那个小孩 有怎么样的 像这种事我们没有办法很直白的跟他说这些 就用从旁边先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小孩 就是他的兄弟 这一个同修的兄弟 那他的爸爸才说有 他有一个孩子 在这一个 还没有 才出生没有多久就往生了 也是没有取名字 所以我们就建议他也是要跟他超度 那超度以后他也是要念经来回向 也是要来超度 因为这个英灵他是一个弱势的 在这个灵界里面他一直很厉害 所以他就是需要来找他的过去生的这些兄弟 父母来帮他做超度的工作 这样他才有办法在那里过的日子会更好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个兄弟就是这个小孩的兄弟 那是由他父亲来说 他有一个这样没有养起来的孩子 所以我们就跟他说 这个是你的兄弟 你这样在这里 这个Sopo世界过得这么平安 这么如意 他在那个黑暗的地方 他就很没有无医无助 那当然他就要来找你们 结果这一个这两个案例 他们就是一开始说请他来做超度 他们答应要写超度的时候 慢慢的那个药吃了就有效 现在那个皮肤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是从他这两个案例 看出说这个灵界也是有那个肉肉强死 那他的阴灵就要厉害了 这几个月而已 他是一个很无助的无力的这样的一个 在那样的环境无疑无苦 那就会造成他的这个父母 或者是他的兄弟 都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就从这个地方来事件 他要求度 这两个案例就一年 他吃要吃一年都没办法好 那现在已经好好 那个皮肤又白白的就还不错 所以这也是建议他说 最少你要做三年 让他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这个我们讲的这是灵 因为我们维心中 他就是风水益经还有宗教 宗教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你没有这个宗教来摆脱你这些恩恩怨怨 没有办法 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你平常如果时间可以 你就是要来诵经 也是来回向给他 这样家庭就会比较平安 我从这两个不可思议 都是那么老了 那么年纪了 怎么会讲到英灵 原来这个灵 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大家虽然都说没看到 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存在 那就是说我们维心中 他的这个华的俗胜 就是说可以解冤事解 可以把他这些冤 这个愿 那可以靠这个经灿来解冤 那解冤的话你这些在世的这些亲人 他就会过得比较安 这个就是有几个这种案例 实在讲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我以前还没有普卦来问事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是这一块 但是一问出来都是真的是灵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也不敢一下子跟人家讲说 你这有英灵 你这有兄弟要求度 我们也没办法 一下子很下直段的这样子来问 那是因为卦的显示 那就知道说有这些端腻 这些已经有好几个案例 都是有这样的情形 当然每一个情形是不一样的 但这两个是比较特殊 因为那油都吃不好 八十几岁的人 我也不好吃也不好 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他也是这样 他也是很苦恼 所以就来求助这个老祖把他指点 指点就找出他的这一个兄弟求度 这一件事情就是说 让他也这样子要差了就好了 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今天就分享这一个求度的英灵 非常谢谢原福法师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都会有这样 可以帮到人家的一个忙 解决学习我们维新圣教的妙法 解决很多大家的疑惑困难 当然在我的工作当中 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先博士值班 结果有一位信众 他还说他就住在我们台中道场附近 然后刻意到维新圣殿去问我事情 他说他当下的当时的工作 他说是做礼法 帮人家礼头法 而且他已经男女老少不拘 就是他都会礼 本来生意还蛮不错 也很过得很自如的生活 可是当他那时候问我的时候 他说奇怪 有快要将近半年 他的生意一直往下掉 而当下去问我的时候 他说变成一个礼拜没有几个 他说好奇怪 原因在哪里 透过占卜 一样 因为他是一个女生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结婚还是什么 那出来一样 在我们的挂里头有教 成蛇带子孙动画观鬼 或者是成蛇带观鬼动画子孙 这个都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 因此我就婉转的要去请教他 你结婚了没有 你有没有 比如说先问你还有没有孩子 这样子 这样子的婉转 结果他很坦白的告诉我 他年轻的时候太潇洒了 还没有结婚 已经堕胎好几个 我问他到底几个 他也说不上来 他说我已经年轻太潇洒 玩得太过分 已经不知道 不过现在他整个自己改变 自己的生活跟态度了 已经这样 那我们就确定了 告诉他 而且那个时间点 也刚好一定会在法会之前 特别会有这种案例来求教于你 他们就是在求度 那我们一样介绍他 赶快珍惜法会快到了 你去按英灵的联位 然后一定会帮你 超度解决这些困扰 大家分享共同的 因为维新圣教 是明仰两立的一个宗教 明仰两贼同观照的宗教 我们要上度我们的祖先祖灵 下度我们无缘的子女 然后平常我们横向的 还有可以度有缘的地方 无缘的各些灵界 我们都可以来度他们 好 谢谢非常谢谢 给圆普法师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请圆如讲师帮我们分享他工作的案例 谢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今天我一直在讲 这个诈骗集团真的是无孔不露 以我自己亲身经历 因为我基本上 我家师兄是在市场做生意 我自己本身平时有接营造 那我们都知道营造厂的工作 有时候是很繁琐 那也有金钱的互助往来 我给你签款 你要给我签款 要从哪边去 有一天晚上 我刚好上完课 那我们都知道上完课的时候 有一些学员一定会围着你问东问西 一些问题 那我正在忙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进来 跟我讲说 我跟你讲 我的那个电话改掉了 你不要用这支 你现在我打给你 用我打给你的这个 那你要记得加LINE 我说好了好了 挂一下 没有五分钟 再打进来 就问我说 我是刚刚打电话给你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因为他那个声音真的是 诈骗集团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是很讶异 我说我知道啊 你就是某某人啊 他说那就对了 电话挂断了 没有十分钟 再打进来说 我叫你加LINE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加LINE 我说好啦好啦 我就加LINE 隔一天早上 他就跟我讲说 你现在方便吗 很自然就讲了 你现在方便吗 我就说什么事 他说我工程款 我货款还没下来 你有没有钱先借我转 那因为我们平时都有 平时都有这个互通 所以我就问他说 你欠多少 他就跟我说 我欠十八万 我说好啦 你账户给我 我帮你汇 那我就说 他就跟我讲 你能不能中午之前 我说可以可以 刚好我有空 好我就过去了 钱都领好了 钱都领好了 你知道吗 那我在想 人仔细 仔细一点的话 一定都没问题 甚至有时候 我要跟我姐姐调头寸 我自己的兄弟调头寸 我们一定会问说 你的那个新闻前 付费给我 厂商我也一样都是这样 我就写好 钱领好 单子都写好了 我要他的 我再打电话跟他讲说 你的那个 身份证之号要给我 他竟然跟我讲 不用啦不用啦 你反正就是这样 汇过去就好了 你汇过去 你把那个 那个收据赖给我 我只要货款收到 我就会汇还你 我说不对哦 我说某某人啊 我的个性 你难道不了解吗 你没有 有身份证之号给我 我是不可能跟你汇的 我就一口咬定这样 因为这是我的习惯 这是我的习惯 结果呢 他真的也汇了一个 一组的那个身份证之号给我 我一听下去 银行的人说 哎 听不进去啊 这一定是诈骗集团 就这样子哦 这个我跟全那个 我们的那个 各位观众 以及我们的前市同修 分享这个案例 真的声音超像的 当我发现到 这一个有问题的时候 我当下我马上用另外一次电话 我打 打给某某人 我说哎 他刚才这两天 你证明说你旗子落去 这支电话要完 你要给他赚十八万是吗 他说我哪有啊 马上就讲了 我就知道说 那基于这种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 真的要小心 在我的个案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学员 哭上的脸 就是这一阵子而已 上上个月的事情 愁眉苦脸跑来跟我讲 老师我好像喷到诈骗集团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是上网 上网 然后上网只是看而已 跟他这样看游览而已 隔一天就有一个 说他是某某投资理财公司的 那个好康的玻璃 他就跟他哈拉你知不知道吗 那越聊越起劲的时候 就跟他讲你要不要来投资 结果他第一次 他说七万块 你说你七万块可以赚到九万 结果呢 他说那你 因为我们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这个钱汇进来 不能马上领 你必须要把我转到另外一个账户 我再提出来给你 他真的就照办 然后他就把那个进来的钱 九万块就转到另外一个账户 然后另外一个账户他讲我已经跟你转过去了 那你钱要我那个 他说可是这个就是借故 讲了很多 结果就这样零零种种 你知道吗 一个小女孩今年才32岁 被骗了一百七十几万 被骗了一百七十几万 钱没钱 他哭上的脸来跟我讲 我说多久的事情 他说十天 十天而已 我说你怎么去报案 他说我今天早上 从昨天整个晚上都没有睡 就是在警察局里面报案做笔物 我想这个诈骗集团 你一定是有某种的 有某种的那个姻缘在 我们先不讲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就说 好那你有去报案了 他说那个报案的警察局有告诉他 要找律师 为什么要找律师 因为他已经被淪为人头户了 所以在这个诈骗集团的过程当中 我就慢慢的理出 我就跟他讲 你慢慢讲给我听 好你出来以后 我说既然当下 既然警察有备案 那么他现在跟你讲 就是说你要去找律师 那你有没有熟的律师 他就说他目前没有 我说那你赶快 看你的兄长他们这些人 有没有能够跟你介绍律师的 后来隔两天 他就来跟我讲说 老师我有两三个 能不能麻烦你找 好我们在一般来讲的话 要寻找律师 我们的用神非常重要 你要懂得用 律师是为我们打官司的 律师是为我们打官司的 那么律师为我们打官司的时候 有两种有两种用神 一个就是父母姚 另外一个就是官鬼 我跟他站卦 我一个一个站总共站了六家 我就跟他勾了其中一家说 这家可以 你去找一个 好 我说你不要马上当下去找 我再跟他看一个日子 看一个三合局的日子 我说你某年某月某日 就是这两三天 你打给这一个律师 在谈的时候最起码 他可以给你很好的意见 隔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再回来 他说老师 这个律师不错 他说他收到很多 可是他说这个律师费很贵 我说你可以再跟他谈 我就再跟他站卦 我再跟他站卦 说律师一窑 我们是有六窑 一窑为两万块 一窑为五万块 多少能够达成协议 我再跟他讲的时候 我说这一个 大概十二万到十五万 为什么我会讲十二万到十五万 因为你假如是退审 柴瑶化退的话 你就是减 就是要减就对了 你假如是化进审 柴瑶化进审的话 你就要再加 因为一个是五万块的话 一半的话是两万五 我就跟他说这些差不多 差不多十二万几十五万 我有这样跟他说 结果他去跟他谈的时候 前几天下来 律师要他十八万 他讲十八万 后面再带一句 你如果真正困难 还可以谈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从十二万开始谈起 结果昨天晚上打电话跟我讲 他说老师确定 十三万 一无贪的 十八万到十三万 十五万的 无贪的 不有效果 我们用这一个 这个战卦的方式 来拟定我们未来的路 非常的重要 另外 他说老师我心里很难过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来 诵经 上京 你说之前我也诵过 可是我都没有心 我说你现在碰到最大的困难 你一定要痛地失痛 既然人世间已经成定局的东西 你围求神佛 围求宗教 做你精神支柱 来帮你打开这个心结 你心结一打开的话 你才有办法 智慧才会出来 那就这样子 从完全拒绝诵经 到现在一天 因为他是做二修二 做两天 那两天的科技心贵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个我没办法给你答案 但是看你的心 你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话 你就会很认真的去诵 你认真的去诵 你少睡一个小时跟懒得诵 那是有天壤之别 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刚开始一天三步 休两天念了六步 我就笑一笑 我跟他讲说不够 不够 真的不够 他说一天三遍还不够 我说对 我说你再加油 后来他就跟我讲 隔了差不多三四天 来了跟我讲 老师老师我跟你讲 我一天十步 我说十步是刚刚好而已 你假如说要再把诵经 你要把你目前心理的障碍 要更加的快速的消弭掉的话 你要多诵 只要你睡不着觉 你就诵经 你假如空的时间 你就诵经 你不要去滑手机 你不要再去看电视 你就认真的诵 然后诵经 我实际上在讲 消灾化解 佛力加持 这一部分 空档的这一部分 要怎么去阐释 要怎么去讲 我们心肝来的心来的威 我就跟他讲 刚开始 你诵经的时候 你只要祈求什么 因贪恋 因贪恋所犯 因贪恋所犯 的轮为诈骗集团人头户 诚心忏悔 消灾化解 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 我叫他这一个 佛力加持这一部分 你就写这一个 你只要秉持着你的心念 下去 好 从五月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 他说老师很奇怪 我以前都没有那个勇气 跟你讲我被骗 或者怎么样 我说你没有勇气被骗 他说对 大概七年前 他说七年前 他也被骗了一次 但是骗是被身边的人骗 我说是多少钱 他说拿三十万出 没到半仙回来 说会投资私利 这次我没想到 我这一次这么多 他就跟我讲说 我就跟他讲 来来来 你上京的时候 你要什么 智慧发炉有障碍 能够消灾化解 把伤害降到最低 你就把它捏这样就好 前几天跟我讲 老师很奇怪 有一个我以前的好朋友 他说他要帮我解决 我车贷 因为他是没钱 你知道吗 他没钱 他去用自己的车子 去借款 去借 借八十万来 结果呢 搞到最后 负债了一百多万 一个子儿都没看到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 他就送金送金 然后他送的时候 就有跟我讲 老师 我送天德经的时候 我都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我说对 那个就是你发自内心的灵性 在做忏悔 你认真 一定不会差到哪里 就这样子 前几天他跟我讲 老师好奇怪 有人愿意跟我出面 帮我解决我的车贷 我说他跟你的交情怎么样 他说我们以前很好很好 后来有一段时间 都不是在同一个单位 后来他有听到 所以他自己打电话跟我讲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这样跟我讲 我说那我跟你站个卦 站起来 是真的 那个朋友 子孙瑶的元神 兄弟 非常的旺 而且子孙瑶也不错 我说这个可以 他是讲真的 他是讲真的 你可以开口去跟他好好聊 我不起来 八十万借他 那八十万借他 他要帮 这个要帮他的人 也算还不错 也还不错 他竟然跟他讲 我要跟你一起去把车贷还掉 有聚吗 聚吗 他说 我要陪着你 先把这个车贷还掉 你慢慢还我就好 所以说 透过我们易经的原理 阴阳两对待 我上次讲 易经 他除了告诉你 未来的路以外 其实我们可以讲一句 易经他是什么 他是角色不同的扮演 你今天在这个位置上 你要针对着他的问题 去解决 那很多事情 你闷着不讲 没有人知道 那你透过易经的 这个战卦以后 我们有一条思路出来 如今总是在走法律边缘 还正在走法律的过程 那结果如何 改天有机会 我们再共同分享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阿弥陀佛 非常感谢 袁如讲师很精彩的 很实际的一种案例 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在人生跟工作当中 遇到的这个困境要如何来应对 那诈骗在我们现实社会里边 几乎变成一种快要变常态了 人心险恶 加上最近这个AI科技的发展 影音都可以模拟 所以我们自己要练习控制 掌控我们的冲动 尤其这种诈骗都会压缩那个时间 故意压迫你 让你反应不能深思熟虑 我自己都遇到 利用早上11点45左右 打电话进来 说有人已经冒用我在北部 办理什么什么证件手续 那我要是不是确定我一定这样套 我说不是我 那他要我主动报案 所以他在那里边演角色 也有请一个人演警察的 也有演什么交通队的 也有演地政主任的 那个整套 所以我们大家都一定要 遇到再怎么急 一定要记得 当你有华语的时候 除了求佛菩萨以外占卜的时候 当然一定遇到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什么 硬咬空王 空王就是诈骗了 还有你沾这个挂 也绝对不能说 踩咬缝刻缝破 那也都是了 所以在原汝讲师 给我们这么一个故事的始末 我们应该学到好多好多 我们也学到聘请律师 一定要占卜 因为这就是人缘分的问题 我们不敢说 哪个律师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缘分的问题 我也曾经帮人家占卜 聘请一个法律上的案件 还没有聘请之前 已经有三四个律师讲 你这温书的啦 这三四百万 你拿一个 只要拿一生 还是拿那个 看几十万 先让人知道 尊重去 看能不能按键消了 他就忍不下这一口气 七个 前面六个都不行 最后一个很意外的是可以用 然后事实证明 真的占卜太有用了 那一个律师之下 就完成自己所要的目标 很感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请原谱法师 给我们很精彩的案例跟经验 谢谢 曾经我在这个工作服务中 有碰到一个 他就是来请我们去看宅 看宅他的意思说 他要把他的祖先的公母 他妈妈以前留下来的这个公母 已经老旧了 五十几年了 那要换新的 那换新的 我就 他就是要整修里面 那先把他的这个祖先 还有他的神佛 另外请到这个厨房 那边有一个空的桌子 就先把他移到那边去 那就跟他折了一个日 差不多经过两个月 他里面整修好了 那就要安坐嘛 那他安坐的意思说 他那个旧的那些公母 他那些公母的形 是有三层 第一层那是赵君 第二层就是玛祖母 第三层那就是观世音 他那一种这个扁 就是这样有这几层的生活 那他说那个已经老旧 他要换新的 那就看了这个日子 看了两三个月后的日子 他的房子整修好了 要去装 去把它安坐了 那要安坐的时候那一天 刚好我们是看卯石 那是卯石的时候是风雨很大 那风雨很大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今天这样可以做吗 我看这个日子要改 为什么要跟他这样说 就是说 你那些神 你那些神都 已经在我们家五十几年了 好歹也给你们保佑了 大家平安几十年 那你现在是要把它送走 送走就是要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才等这个回缩的来收走 我说这样子不好吧 我就跟这个同修说 我看今天不要做 但是我又怕说 难得找到这个 有风有雨的好日子 所以就跟他沾了个卦 今天来做这个神位 这个要换心的吉凶 结果这个卦就 子孙动灵弦武 哇那子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惊孙嘛 我们的鬼灵嘛 我们的福神嘛 那他动了 又灵弦武 还有茶叉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建议他说 今天不要做 因为做了 我怕后面的问题会比较多 所以他就跟我说 我东西都买了呢 那要怎么办 我说买了没关系 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你就吃 等下一次再来做 再看日子 因为我们要按公寞 就是要传承嘛 要让我们的惊孙代代薪嘛 那你惊孙代代薪 你搬这支刀 惊孙所以令弦武 我当这样后面你才会 为了来跟你这个公寞 你这个身份都给你安卫 然后你会惊孙变败去 这样就不可以 所以我就 那天我就不去帮他做这件事 他就感觉有点可惜 就说你那些菜碗 那些香菲那些都买了 我是说那没关系 那个是小钱 那就这样子 那一天就没去帮他做了 所以我们就是环视接瞻 看的日子是今天 但是今天已经天气变了 风雨很大 真的是风雨很大 我心里就疑心不忍 所谓疑心不忍就是说 你是要把这些旧的 这些心度 要把它送出去 你这个心度里面这些心 把你们保庇几十年了 你为了要买一个心 今天风雨这么大 你把车出去外面去南风 这样说起来比较不慈悲 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做 那没做 当然他有一点感觉可惜 那可惜没关系 因为我们沾了卦 他所显现出来的子孙洞 又临旋舞 这样就后来的子孙 哪有时候出买了 那这样的话就不好 所以我就解释给他听 你这个生活在你们家五十几年 保佑你们的五十几年的平安 那你今天为了要换一个心的 今天风雨那么大 要把它送出去 这样好像不合理 那心度出在外面 所以这个 因为他这个是 我们是建议他 你要把这个生活堪 心堪 要把他换掉 你要把红杀裹起来 这扛出在外面 这帮保佑的人来他再去 就送这些神回归本位 这样更慈悲 更仁慈 那他也是同意这样做 但是因为那天的风雨太大了 真的要出门都没办法出门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改了 那现在改到现在已经有九年了 都平平安安 所以我们的《易经》这个卦 是真的让我们趋吉毕凶 那保平安 阿弥陀佛 非常谢谢原福法师 很精彩的案例 提醒我们家里头家家夫妇 都有很好的宗教信仰 要供奉神佛 供奉祖先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 尤其我们所谓旧的东西 都有他的什么文化跟感情 我们怎么样将心比心去尊重 所谓的神佛跟祖先 尤其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现在年轻人 一看到旧一点的他就一句话 我经济许可 祖先堪位我也要换心 那后面的那个神佛的佛像 画像我也要换心 所谓他们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心 我们是要注意那一些里面所含有的文化跟感情 如果处理不当 或引来很多的祸端 那我们反而不平安 所以大家要慎重 好 非常感谢 我们再次请圆如讲师 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谢谢 谢谢 感恩 我现在要讲的 就是我们前一阵子 9月1号 9月1号到9月13号 我们有去新疆 我们有去新疆旅游 那么我们北疆之旅 第一章我们就是到姚慈吉姆那边去 祈福 那要成行之前 师父特别交办 要我们带姚慈吉姆的那个收缘真经 要带过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本姚慈吉姆的这一部经典 那在第四天的时候 在第四天的时候 我在浴室划了一跤非常大跤 拔一个很严重的 我的那个脑 这个脑部 这样抓下去是一个馒头大 很严重的 那因为我们本身 师父有教我们很多的妙法 一般旅游出门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习惯 好像我都会有习惯 把七宝带在身边 那因为这一次师父有交办 所以要带姚慈吉姆的这一部经典 所以我就只带这一本 平时我假如出国旅游的时候 我都会带天德经 我都会用一本天德经在旁边 进饭店了 我一定会把我的天德经 或者姚慈吉姆的这个经 我把它树立着放着 放在电视机旁边 那我当下跌倒的时候 我家师兄听到声音 来跟我扶的时候 我说你不要从前面跟我扶 从后面 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人了 不知道人 只知道自己背起来 我家师兄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你先不要动 你去帮我拿七宝 把我用营养水先泡好 那在新疆 它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它不准你带打火机 你进海 他们就是跨县市的时候 都一定会有安检 包括进饭店也会有安检 就是不给你打火机 那你说我们的七宝 我们的七宝 里面有三张的那个平安符 你怎么去画 吹没嘛 临时我集中生智 我就把我那个姚慈吉姆 因为我们姚慈吉姆 第一天我们就有去的 母娘庙送金了 所以那等同姚慈吉姆降真灵 我就集中生智 就把那个姚慈吉姆的这个经书 跟我那个画 画在那个盘子里面的 那个茶杯里面的 我就把它放着 然后按照我们之前有一个 这左掌天地右师佛律 我把左手压在 姚慈吉姆的那个经典上 然后右手再加上去 我观想 姚慈吉姆降真灵 加持忽悠 我某某人 消灾化解 然后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 然后开始才先洗一洗 洗一洗以后我把那个残渣又包起来 所以很奇怪 我下到楼下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头还是肿的 还是肿的 上车的时候我走路很慢 因为我们年纪有到这边了 没帮你拔刀啦 结果上去的时候就有人发现到说 你平时都这样 七串八串 怕你怎么这么舒服 我说我拔刀啦 那其中有一个师姐 他就跟我讲说 你拔刀 你拔刀就有药 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跌到哪边 他说你要不要肌肉凶死症 就是凶死的药 我一向对这种需要的东西 是敬而远之 可是他一直讲 我就说那好吧 要不然我就吃一颗 结果这一颗呢 我都比较不痛 好 现在重点是在哪里 我们这一个消灾化解里面 一般来讲 出门 出门我都建议 尤其是我们同修 七宝带着 经典带一部 那不是我们中门的人怎么办 不是我们中门的 你可以建议他 因为我们这七宝是布施 你可以跟他们讲 那回来的时候 立马立马处理我自己 因为我这一胶 跌下去是什么 跌到我视网神经膜 我的眼睛是非纹症 那蚌子走来走去你知道吗 再过来 我的牙齿咬合 没有办法咬 吃饭 吃东西就疲 吃起就疼 然后我就每次坐车子的时候 我就什么 用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骨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直说一直用 那也多亏我们同车的一些师兄师姐 发宝东出来你知道吗 把他盗用 到回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这么大壳的那个头部长重 就消了 消了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二 回到台湾以后我们再继续 很多人说 你敢不去让他先看 说真的啦 我们中门的法 时常是救急救命的 希望说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行住坐卧当中 随时都可以把这个法 引接出来 像我们进到那个 那个北疆最里面去的时候 也有一些师兄师姐都有跌倒 可是大家都平安 大家都很平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法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师父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老祖师尊 加持护佑 让我们能够广传妙法 在此我希望说 我们做讲师 我们做法师的 师父所教的法 无怨无悔 无我健康心的把它广布出来 今天的案例分享到这里 谢谢阿密婆佛 非常感谢袁如讲师 给我们这么实地的 很精彩的这个旅游案例 而且是他刚刚最新鲜 最热的一个案例 那么在我们中门里头 为了求平安 有好多好多的妙法 师父开示 老祖开示 我们大家要外出旅游 一定要先前作业 先在家里头送经 祈求旅程平安 那么旅程的当下 由于那个旅游 我们也会 为了要跟当地 比如说旅馆里头 那个房间 当地的灵界 和平共处 像我也会提醒我的贤士同修 我的学员 那么他们学员就会回馈 老师我真的用上了 因为一对夫妇都是我们的学员 他们两个一起去旅游 那当天晚上到了旅馆 一分配房间进去以后 他们发现在那里躺了一阵子 睡不着 情况有意 结果他立刻想起来了 老师教过 左掌天地 我们左掌的 就会有前队离正训坎更坤 先把他多念几次 先天八卦 中间空一格 就是要写什么 佛 然若嘴巴念 奥妈你背面好 然后四个墙壁赶快排一下 奉请 隆天如法 祖师下来 让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 一切平安 后来不到几分钟 两个都睡着了 但是天亮了 要记得向的四方 还要什么 感谢神佛奉送 隆天如法 好 这些妙法 都是带给我们平安的 今天非常感谢 袁福法师 袁儒讲师 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精彩的案例 让我们一起攻占 王禅老祖天威 王禅老祖神通广大 救人救世 故我起手鼎礼 感恩您的收看 阿弥陀佛 指赐 宗路犒 同生 风 抵慧兵兵 交代千 万光迷心 读乎生 花如雄传 遥滚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